彰化县园林国中致力培养学生多元能力 而为了提供更完善的学习场域 校方结合各界资源 催生了多元学习中心的兴建 这一天举行工程动土典礼 而这新的建筑规划有12间教室 包括了图书馆、美学教室 以及表演视觉教室等等 设计上也融合了校园特色 创造独特的建筑物光影效果 第一站开工顺利 开立平安 大家一起为园林国中 多元学习中心兴建工程会产动土 这次获得教育部国教署 和定型建多元学习中心经费 继4141万5千元 其中补助款3080万元2200元 县府配合款1061万2800元 为让多元学习中心工程更完善 县府追加补助设计兼造费 地址改良和校舍连接通浪经费 继837万元 总经费达4978万5千元 预计110年2月竣工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极需要有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活动中心 那这一次呢 透过争取我们呢 国教署补助了我们3060万元 那不足的17800万就有我们县府 以及地方人士一起来筹筑 那来完成这栋活动中心 多元学习中心规划有12间教室 内涵图书阅览室 资讯纪美学教室 家政纪手艺教室 健康乐活教室及多功能展演室等 建筑造型以素雅干净材质 搭配校园既有的纹理与配置 也运用大量节能设计元素 创造建筑的光影效果 使整体外观呈现出 亲切活泼的建筑特色 我相信这个活动中心 这个完工之后 对于整体学校的这个 孩子们的学习 一定会更加的不一样 而且很多的空间还可以开放 跟社区的民众一起来共享 那在这边我想 除了谢谢校长的用心 也要谢谢我们 这个地方师生的一个配合 一起努力 让我们园林国中 变成我们地区性 非常重要的社区与学校 共学的一个好环境 县府对369近老理经政策的调整 将节省经费 益助于教育 帮助整体教育向下扎根 多元学习中心的新建 就是个例子 不仅家会全体师生 也提供社区民众使用 达到资源共享的理念 有了这栋多元学习中心 相信能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成效 记得松心交线采访报道